各位参赛同学,大家好,我是编号四号 今天我要朗读的天目是游泳汛气,凌浮 天地间唯一的一点荧光飘然弹落 轻轻一伸手,急急落在掌心 荧光落在掌上,想按一点的一盏颜灯 颜灯顺着掌上文迹,一路灰灵照过去 生命,智慧,情感,一路一礼 离开一阵,再回来,五月已到最后 五月到最后,山里只剩下两只萤火虫了 寥寥落落两只正合我的心意 木叶走出来,纯山宴行,大地全都黑了 原来因流营而灰光闪烁的野地,沉沉安静下来 置身其中看不见,我连自己也不知存在是什么样的 黑里飘乎,警觉既然一丝游袭 倒向真来就是清虚的光 不惧实体,悄然行走 我还真希望自己能在岸里留住思 脱雀形体,飘污而清虚,清安而渺远 一如野地里虚幻苗苗的流营 而我是存在的,会思考的一缕鬼祸 按理洞兮明明,无有言辞 行指,仇作,树耳倾向于人世都无设的情境上去 流营幻梦,游游黑夜能使一切巨连成片 是因为它能在岸里摆一切活柔 白日里在小镜上流连植竹,野地都人极了 苍青的树,翠绿的竹,钻石,残土,流水 其间充满了密布顺石的野草 昭和和咸丰相依,金方与过猫为零 野将急急窜起,为一飘汗 再为深秋的花絮预埋玄机 而此刻入夜,黑黑的野猫,我看不见的金方 昭和雨前风,黑了一天,黑了地,也黑了眼 我蹲在草边沉沉有点 我的朗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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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